我是趙好康 為你回到趙好康現在現場 台北股市現在跌了57點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行政院長江儀化院長在我們現場 剛剛提到特徵組的問題 那現在回到監聽了 監聽以前是非常腐爛的 我都了解非常 因為我自己曾經搞過政治 我有一次到小吃店吃飯 吃完還沒吃到一半 旁邊突然一個便宜來跟我打 趙委員 我是安全單位 你們新黨在開會 只要開完五分鐘以後你們全會開什麼 我們通通知道 嚇一跳 那每個人都覺得電話被監聽 不管有沒有 只要電話稍微一點 被監聽 人人自圍 那為什麼這次立法院反應那麼強烈 我覺得不管綠尾藍尾其實都擔心 那馬英九就職的時候 特別去在就職典裡演說 強調說絕對不可以搞非法監聽 那我後來我本來想是 真的假的 後來我聽一些情勢單位的朋友跟我講說 是真的 所以馬總統到任何情勢單位都會 三年五成跟他們講說 絕對不能非法監聽 那為什麼這還爆出 大家認為說是 什麼白色恐怖啦 什麼 那現在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特徵組已經算是全國檢察官的精銳 大家會擔心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這樣精銳的檢察官這麼有經驗的 居然去監聽一個立法院的總機 那我是不相信說 檢察官會故意要去監聽立法院 那也不通 但是呢 一個總機一個節電電話 像我們電台也有節電電話 那說被當成柯建民的助理 監聽不管一個也好 四個也好 這第一個 有點好笑 但你怎麼開著監聽票 法官你怎麼核准 法官是只要檢察官送來都核准 還是因為特徵組 比較重要就通通核准 那這是大家會有疑慮的 那另外當然牽涉到什麼 林秀濤檢察官的女兒啊 什麼這個那個 就大家可能想說 那到底是怎樣 那當然民進黨現在罵是說 吃到飽 是說我只要一張監聽票 有沒有可以無限 幾十個人在上面 跟肉粽一樣 一拉一大串 所以監聽你也很難說不要 因為好像現在 情勢單位蠻偏重監聽來辦案的 但是怎麼樣能夠控制 截制 然後 同時怎麼跟司法院那邊要聯繫 他怎麼能夠真的嚴格的審核 然後事後有沒有一個 回去監督的審核的機制 所以你這個監聽票到底開的怎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覺得這是目前 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我不知道行政院到底要怎麼樣 我知道你已經組成一個小組了 對這兩天因為 爆發了所謂 特徵組所監聽的電話裡面 有立法院總機 解費電話的事情 所以其實過去這兩天很忙 我一方面跟我們的政務委員羅醫學聯絡 另外一方面也透過他跟法務部的同仁 取得一些資料 來瞭解說到底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那麼簡單講就是 我想對於監聽 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會感覺到不舒服的 因為就算是一個行為完全守法合法的人 也不會喜歡說我的電話被監聽 那更不要講說是有從事不法的人 他更是會很擔心被監聽到 但是就如同剛剛主持人所講的 監聽是哪怕是一個民主國家 英國美國等等 也都是會採刑的一種打擊犯罪的辦案的手法 但是這個手法要做到他絕對不可以非法監聽 關鍵就在於說 一般的警察或什麼調查人員 情質人員 他們都不可以監聽 只有透過檢察官 或者像國家安全的 然後必須要跟法院申請監聽票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通信監察書 許可之後才可以去掛線監聽 這個是合法監聽 那因為有兩個關卡 就是一個是檢察官的自我檢核 另外一個是法官判斷要不要核准 所以只要是符合這一個軌道的 我們稱之為合法監聽 只要是自己偷掛線 沒有經過申請合法的 就是非法監聽 馬總統這個305升 就是絕對不可以有非法監聽 那我相信 如果說我沒有發現任何非法監聽的話 一定是不會寬戴的 那現在回過頭來是 即使是合法監聽 會不會有所謂腐爛 就是說聽了太多的問題 剛剛主持人 因為外面已經講一串漏眾 這個事情就我了解是這樣 當我們的檢查人員去申請監聽許可的時候 他如果針對某一個沾商 這個人是一個犯罪嫌疑人 他不會是只有他一支手機 或家裡的一通電話 他可能會把他關係最密切的 比方說他的同居人 或者是他的一個事業上的夥伴 也列出來 那因此為了這個案 可能有也許四支到六支的電話要監聽 但這一些分別是什麼人持有 然後為什麼你要監聽 必須給法官看 法官如果核准之後就監聽 通常期間好像是為期一個月 一個月滿之後 必須要把監聽的結果 跟法官報告說 確實有助於偵查判罪 法官才會再核准一個月 所以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這樣下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仍然是有必要去檢討說 會不會在整個這個檢查 跟法官的體系裡面 大家為了太這個能夠達成 打擊犯罪的績效 而在合給這個監聽票的 這個電話線這一邊 過於寬鬆 而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 我說過去這兩年很忙 就是因為 首先就個案部分 外界現在既然質疑說 特徵組怎麼可以去監聽 國會的總機之一 我們要求法務部 馬上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他的成員不只是法務部 內部的單位 同時要邀請外面 不管是檢察官協會 或者是這個司法官改革協會等等 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盡快的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我覺得不管外面是如何批評說 法務部會護短等等 這是就作為行政部門來講 我們的行政監督上必須要做的 其他的其實都已經在進行 包括移送監察院 送這個評鑑會 還有甚至地檢署 已經針對特徵組調查 所以說是多管齊下 但這是我們該做的部分 這是個案 那另外就制度面 我今天早上特別還為了這個事情 打電話請教這個司法院 賴浩銘 賴院長 我跟賴院長講說 最近這段時間 大家對監聽制度 都還是有一些餘力 那因為監聽制度的執行 涉及到我們的檢察官跟法官 所以是不是兩院之間 大家共同來合作建立一個平台 把這整個制度的法律面 還有他的執行面 可能的缺失或負擔 都把它做一個檢討 那麼賴浩銘很支持 賴院長他認為說 如果說這個案子 是我們分別兩院 個別成立一個檢討小組 那畢竟還是沒有辦法發生 綜合性的效果 所以他很支持我們所提出來的 兩院建立一個平台 那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也已經交代 我們法務部的 這個未來的羅部長 今天即將上任 請這個羅部長 儘快跟司法院這邊合作 那麼我們希望 那個是比較針對 我們所謂的監聽 也就是合法監聽制度 我們也要通案性的來檢討 因為我們會想說 特徵組我剛才算是精銳 如果特徵組都會犯這樣的錯誤 一般的檢察官 到底會怎麼樣開監聽票 或是怎麼樣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很可能監聽到 很多私人的事情 很多人說我沒有犯法 我怕什麼監聽 其實不是這樣子 就很多隱私 為什麼讓你知道 我貪情縮外 或是我小孩的 什麼為什麼讓你知道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科技太發達 以前監聽是非常困難的 早先我知道 他們請監聽什麼黨外人士 都要到他家裡附近 從電信箱裡面接出來 躲在那個窗戶下監聽 現在那個機房裡面拉個線就可以了 甚至還拉到調查局 拉到這些情勢單位去 根本他住在家裡就可以 就錄了 什麼都錄 只要這支話電話 這個被鎖定了 打進來電話通通錄 這個很可怕 就像那個樹這樣 一直不斷地漲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科技下 當然國外也避免不了 像美國那個Snowden 電腦什麼一樣 科技的問題怎麼樣控制 另外我們現在談的都是形式 國安那是什麼你還不知道 國家安全單位到底是什麼監聽 那個我在想說 如果說大家看得到的 形式的監聽都這樣的話 那個國家安全的監聽 我想更不用講了 我們休息一下下回 好 好